尼可帮 帮 哈喽大家好 这是尼可 欢迎大家回到很久都不见的我的VS系列 今天要对比的两个产品 太有趣了 至少我觉得很有趣 第一个产品呢 来自于我们中国 毛哥平出的这个奢华与子无瑕气垫粉底 对它名字就这么长 和毛哥平这个气垫对决的呢 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正宣墨气垫 这个气垫我感觉已经不是最近才火了 它好像已经火了有两三个月的感觉 我看简介说 它是美韩国的美妆匠人 有自己的自主彩妆品牌 亲自运营了美妆艺术学院 跟毛哥平现在走的这个路线还是挺像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对比呢 还是挺有看头的 那如果你对这期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请不要忘记多给我一些弹幕 影币收藏还有分享哦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毛哥平的奢华与子气垫开始 我当时在就是他们的天猫看到的时候 想说奢华与子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价格 320块钱一颗 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奢华 结果当我收到这颗气垫的时候 我发现它真的挺奢华的 因为它比我手上任何的一款气垫都要小 它简直是太迷你了 就正常的那种气垫 你看都是比它大 一个号的 它这个真的很小 再对比这个今天要PG的正学末的那个 也是小了一大圈的 320块钱买8克的粉底液 我算了一下 40块钱一克 然后正学末的这个气垫呢 我买的是230块钱 要一盒 一盒里面呢 它除了里面有一颗芯之外 还有一个替换芯 每一个芯呢 是有14克的容量 所以呢 对比下来 这个我算了一下 那是平均一克8块多钱 跟这个一克40块钱 那简直就是 完全不是同一个价位的产品了 跟以往的粉底测评一样 今天呢 我脸上也是不会用任何的妆钱 还有定妆产品的 那我在上这个气垫之前呢 我的化妆习惯 必须要来校正一下 我这个青黑色的黑眼圈 我今天两边脸的皮肤状况呢 是非常接近的 除了鼻梁 靠这边长了一颗痘痘之外 所以感觉对用在这边的粉底呢 稍微有一点点不公平 所以呢 大家就直接忽略掉这颗痘痘 自动屏蔽一下我这颗痘痘 我的天哪 毛哥平的这个气垫粉铺 实在是太mini 太可爱了 这么小 就这是正常的 正常是这样 你看这三个手指放进去 确实有空间 这个的话完全勒紧 然后他们俩的材质呢 就我这样摸起来 我觉得差不太多 真的好像哦 我之前还没有仔细地摸过 然后呢 我会按照惯例一样 就是用保湿喷雾把这个 把这个气垫粉铺 先喷湿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打开 嗯 好 然后我们就来上这边脸 这个颜色对于我的肤色来说 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亮效果 但是我感觉 好像刚上脸的时候 可能镜头不一定看得出来 就我在镜子里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一点点的 偏灰 但是要再等一等 看 等它跟皮肤融合一下 遮瑕力确实还还可以 然后因为它这个气垫 特别小一个 所以呢 它虽然上妆 可能没有大粉铺这么快 但是 比如说这些鼻翼啊 这些地方可以比较 好的深入到一些角落里面按压 也不能说是奶油机吧 就是有微光泽的那种自然妆效 然后我的用量不多 我只按压了一下 然后铺半脸 然后这个遮瑕力 我觉得已经 遮得差不多了 凑近看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些小的泛红 透出来 妆效还是很自然的 它除了遮瑕力 是属于中等片上的之外呢 我觉得它对就是皮肤纹理的 修饰力也是有的 就是一些毛孔啊 它会稍微的让毛孔 有一些填补的作用 就看材皮肤会比这边更光滑一些 然后我感觉就是 我刚刚不是说 它刚上脸的时候 有一点点发挥吗 就是现在上完之后 它稍微和皮肤融合了一下 我就觉得就在镜子里看 就越来越自然了 好那这边呢 我们就来上正宣墨的这个气垫 哦这个颜色 一上脸就好自然啊 用过了刚刚那小气垫之后呢 我就觉得 小气垫比较好用 小气垫粉扑 因为在就是这种 鼻翼的地方 它更精巧可以处理的 这个大气垫的话 就不如那个灵活 但是在拍这种大脸的时候呢 就比较快速方便 我印象中 因为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久 没有买过韩国的底妆产品了 我印象中以前就这种 韩国7年什么17号 在脸上就是就挺白的那种 但是这个的话 好自然啊 这个这个肤色就很 还挺贴合我的 然后这边的光泽度 相对的来说 是没有毛哥平的这边 这么明显的 但是它也不是全哑光 依然是带一点点光泽 只是相对毛哥平这边来说呢 会偏哑光一点点 然后遮瑕力 我觉得更强一点点 当然我觉得这个 跟4号有关系 就毛哥平这个呢 在我这边是白一点点的 这个的话呢 跟贴近我的肤色 它没有那么的明亮 所以呢 它在遮瑕力上面呢 表现的 我觉得遮泛红 会比这边遮得更加明显 感觉两边表现的都还不错呢 现在看来 对 韩庄的气垫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部分 就是 看一下它会不会暗沉 两边呢 都是上了一层的气垫 就现在刚上完妆 这样看来 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妆效呢 我自己的话 我很纠结 就是这边 它确实 遮得更牢 就是看起来会更加的无瑕一些 但是这边呢 因为它那个体量的效果 皮肤看起来更加的通透一些 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吧 让我们记住 现在的时间是 上午的10点26分 好 那镜头拉远之后的妆效呢 就是这样的 怎么样 我相信你们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因为离这么远 很多细节都会看不到 你们只能看到这边 可能白一点 然后这边呢 就比较贴合我的肤色 好 那我现在呢 就要去把我剩下的妆 简单的画一下 没错 每一次 不都是这个流程吗 我相信大家也对这个流程 非常的熟悉了 然后我今天呢 会去外面逛一下街 看一部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好像走音了 我来说一下 在我刚刚上这些后续的彩妆的时候 对这两款气垫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是没有用任何的定妆粉啊 定妆粉柄这些东西 感觉到这边的粉底呢 就现在 即使现在摸上去 也会比这边要黏 这边是比较清爽一点的感觉 这边会稍微有点黏黏的 我觉得是跟这个产品 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激滑成分 在里面有一定的关系 我猜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 在没有定妆的情况下 上腮红膏啊 这样刷修容的时候呢 这边的粉底呢 是比这边要容易挪位一点点的 其实我现在就是近距离的 在这个显示屏里面看到的样子 包括我在镜子里看到的感觉呢 就是这边呢 它确实是更透亮 更白净一些 看起来整个人会更加的白皙 干净一点的感觉 但因为这边呢 它的肤色是比较暗一点的 这个颜色 所以呢 一般来说 偏暗一点的粉底 在脸上的话 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更紧致一些 这个时间呢 是晚上的10点11分 我刚刚看完电影回到家 我没有拍就是在外面的活动 因为我感觉拍来拍去 每次就是吃吃饭啊 看个电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就直接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那我现在呢 持妆 没有到12个小时 但是也快了 大家现在可以先远距离的看一下 我这两边的粉底 就是它们的一个抗暗沉的能力 我觉得 它们俩 就是在我皮肤其实有出 有 因为今天其实广州的天气 我看一下几度 很多地方已经入秋了 但是我们还是这边挺热的 今天广州外面呢 现在晚间的温度是31度 我下午出去的时候估计能有33或34度左右 就在出了油的情况下呢 两边脸我觉得那个抗暗沉的能力都是很不错的 好 近距离看的话 大家应该就能更加明显的看到我出的油了 特别是鼻翼两边 就是两边出的油都不相上下 这两款气垫呢 我觉得它们俩都不是那种控油型的产品 然后呢 现在看毛哥平的这边 这边呢 法令网的这里有轻微一点点的卡粉 还好 就是是比较轻微的那种 这边也是一点点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脱妆的情况 然后两边眼睛都依然是 还是我自己的老问题 就是眼睛这里下面会起小肝纹 两边都有 就现在我自己在镜子里面大概的扫一眼的话 除了色号 两边是有一点差距的之外 妆感真的很像 我感觉就连它们的出油度都是差不多的 好吧 这边如果扣细节的话 这边的眼睛下面比这边要稍微干一点点 就是这个要很近距离的观察才能看得到 然后呢 这一边的脸颊的粉感呢 是比这边脸颊的粉感是要弱一点点 但是真的就是一点点 硬要去区分的话 就是这样 鼻翼两边的话呢 是郑宣墨的这一边 我觉得保持的更加的好一些 因为毛哥平的这个 因为出了油 它这个鼻勾槽的这个地方 有一些锯粉的情况 这个地方 稍微就是那个粉有点浮起来 这一边的话呢 相对的来说会好一点点 综合来说 我觉得今天对比的这两个气垫呢 都挺让我惊喜的 在我脸上的整体表现 我都是比较满意的那种 因为其实我以前也用过 毛哥平家的底妆产品 这个气垫呢 是我目前用过 就是毛哥平家 在我脸上 我满意度最高的一个底妆的产品 如果不去考虑 就是它里面添加的这些精华成分 单从一个妆效啊 这种方面 还有持久度啊 看看暗沉能力上来讲的话呢 郑宣墨的这个气垫 确实就是性价比蛮高的 然后郑宣墨的这个气垫呢 在我脸上也是挺颠覆 我以往对韩国气垫那种 假白发灰 然后就是不持久 容易浮粉脱妆 暗沉等等各方面的这些问题 在这个气垫上面 就是我觉得有进步 但是很明显的是 这两款气垫呢 我个人觉得都不太适合偏油的皮肤 我很难从中比较出 更推荐大家哪一个 因为这两款气垫呢 它们的价位 已经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毛哥平的这个 它确实价格要贵很多 论客算的话 但是因为它里面呢 是添加了很多这种 鱼子精华啊 人参精脆啊 等等这些精华成分在里面 那郑宣墨的这款气垫呢 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我翻了很多个介绍 都没有说它有添加 任何的精华成分 只是强调了 它里面添加了比较好的 什么保湿因子的那种 是没有这些 名贵的精华成分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 按照个人的需求去选择吧 那如果你种草了的话呢 我还是非常建议你们 去多搜索一些 其他博主的使用感受 因为之前这个 口碑爆棚的 这个郑宣墨这个气垫 我去搜索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说好用的 但是也还是有人说 郑宣墨的这个气垫 杀死了我对韩国粉底的 最后一丝希望 就也有这种评价 所以大家要 多去看一下别人的测评 好了那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